看电视里小鬼子盘查中国人时,总会要看一样东西,有了这个护身符,多半能逃过鬼子的毒打,这就是传说中的良民政。 那么,良民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? 所谓的良民政就是日本伪政权对中国老百姓的一种身份管理制度,占领一个地方容易,只要用凶恶的士兵躺着城墙大炮威胁,就能在此冲亡。 然而,打算长期能在这扎根,就不容易了,因为当地人反对外来侵略者是天性,要想人臣服,需要多方面的施压和诱导,管理就是重中之重。 日本人为了占领区的安全,谋划了居民身份管理新制度,给在占领区居住的中国人发放良民政,其实就是以日本的民意发放的身份证。 良民政除了能证明是占领区的人,还有一个阴谋就是试图更改中国人的国籍。 因为良民政上有中文和日文两种文字,还有日本天皇的年号,这就是让那些领政的人拥有了双重身份,有一半的日本国民身份了。 鬼子果然轨迹多端,所谓的良民政就是给那些他们觉得可信的,没有威胁的普通老百姓发放的。 他们对这些人比较放心,所以之后的每次抓人,只要有良民政,就会优先释放。 这就是相当于给人做了标签,便于日本人搜捕抗日人士和地下工作者。 日本鬼子相信,持有良民政的人,是因为这东西是由当地的保长发的。 保长就是日美政府的走狗,他们效忠鬼子,所以他们提供的都是知道底细的,小鬼子也就信任他们,对持有良民政的人才放心。 良民政是扑克牌大小的纸片,用的是竖体字格式,所有内容都有中文和日文书写。 这些是印刷的,手工填写的部分都是中文字。 首先最右边是正号,依次往左是姓名、年龄、住址。 再一行是发放证件的地区名称,再下来是发放时间,日文在前,中文在后。 左上角是贴照片的,左下角是排印章的,也是中文和日文两个印章。 良民政背面印的是注意事项,第一条就是不能转介他人,13岁以上就要领取本证并随身携带。 遇到宪兵检查要配合查看,如果丢失要及时请求补发,补发要交两张照片和手续费五角,还要爆出原证件的编号。 因为当时老百姓太穷,交不起钱,尤其是照片钱,这都是日本军部派人来免费找的像。 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着像,再者,日本已经搜刮了太多老百姓的物资,就连房屋都被飞机大炮炸的差不多了,老百姓没钱这是现实。 所以山本五十六就下令,华北司令部免费发放良民政,说是补办只收五角钱,但是真的丢失补办,甲长保长那一关好过,小鬼子就没那么简单了。 首先要三发五次的盘问原因,还要受剥削甚至挨打,如果不要证了,那更倒霉,成了重点照顾的黑人黑户对象,时不时的拉出去拷问毒打。 日本人还会搞突击检查,要是家里被发现没有良民政的人,雇主就要被一起抓走,敲诈毒打,弄不好就连同一块被秘密数决了。 就算没有问题,也要被勒索,要花钱才能把人赎回来。 1945年,日本投降了,像家支犬一样夹着尾巴逃走,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来得及收回这些良民政。 随着日军的滚蛋,当年领取良民政的人,第一件事就是撕烂着代表持主的纸片片,只有少量的还存于实。 作为日军仇恶嘴脸的就义贴证,让中国人都记住当年日军的罪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